嘿 小秋 我是Renee 你好吗 Renee 挺好的啊 你呢 我还行 呃 你喜欢猫吗 喜欢啊 怎么了 是这样 李川呢 最近回中国 呃 然后她就把她的Mia 送给她的堂兄Allen 可是 李川走了以后 Mia的脾气就特别的差 爱抓人 抓Allen的图纸和模型 所以啊 Allen的那些模型啊 辛辛苦苦做的 半个小时就被她咬成碎片了 Allen就决定要把猫送回李川这儿 可是 李川的图纸它更多呀 所以 你喜欢猫吗 啊 要不然Mia送给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照顾好Mia的 对不对 好啊 可是 李川会同意吗 呃 她当然同意啊 那行 那她什么时候来 告诉我一下 不到时候接机好了 好的 她明天就到 但是你不用接机 我让她直接送你那儿好不好 嗯 好 那拜拜 好的 拜拜 你确定用Mia这个能帮上忙 我把Allen从工地叫出来飞上海 她真的快骂死我了 那也得试试啊 我真的是被两个爱情鸟急死了 每天东叫西叫又飞不到同一棵树上 我只好帮一帮了 你帮忙 你可别一枪把两个都打死了 怎么会死呢 唉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向着谁啊 因为你要是向着李川的话呢 小秋就更痛苦 但你要是向着小秋的话 那李川就更痛苦 我反正是向着李川的 但你 你总是摇摆不丁 不管是向着谁 反正这最后倒霉的还是李川 我只是希望她没事 好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兄 汤兄 你说的是汤兄吧 对的 你也是建筑师吗 是 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我是猜的 你是来找立川的 哦 能能能 我很忙 我明天就走了 我会给他电话 嗯 里面有一个东西 巧克力是我送给你的 谢谢 不过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不客气 不客气 还有 任妮说 这个包里有一个围巾给你了 围巾 大老远他送围巾啊 围巾 你说围巾啊 对啊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那这个是咪咪呀 咪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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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 哈喽 咪咪 咪咪 我已经到这个路口了 你在哪里啊 我就在路口啊 你也到了啊 是啊 我没看见你啊 我看见你了 我在你背后 艾伦说 米娅在你这边 对啊 谢谢你帮我接米娅 但是它是我的猫 请你还给我吧 我已经办了宠物证了 它现在属于我 好吧 那你可以借我三天吗 不好 两天 不好 一天 不好 这个笼子上面的 拉链不太好 如果你要能把它 修好的话呢 我就答应让你来 看一个小时的米娅 两个小时 好 明天在我家 上午九点 我家 原来送的 好看吗 是我奶奶制的 明天见 好看 我一定会 不行 您再给你